你搂够了没有啊 他们现在脱裤子了 工资请自重 自重 你出去打听打听 要是我自重就不叫贺连信 你现在是我的碧妾 你真的以为 当碧妾这么容易吗 说好君子学家 你不能动我 交易 你帮了我些什么呀 猜出我父亲的心意 还是帮我讨回了倩吟 我 我贺连信 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就算这次看走眼 下错了注 我也不能让自己 血本无归 对吧 不如我们两个 我们 好 公子 您快去瞧瞧吧 左公子的点宝署门口摆上摊了 公子 公事要紧 嗯 莫大人 你是要给我看什么呀 公子即刻便知 不过 清廉姑娘在这儿好像不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 你把它当成这个板车就行了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 我能还问公子 公子不是说五岁吗 你 你 你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他们在例行检查 因为每次可以出入营库的 只有这些库钉 所以他们每次出营库的时候 都要举手 拍手 大叫 跳板凳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口中 手中 腋下 没有夹在银两 他们每天都这样吗 没错 慕兄 先别让他们走 我有话跟他们说 是 哎 哎 记得啊 让他们穿衣服啊 你搂够了没有啊 他们现在脱裤子了 好 好